那今天给大家更新不用花盆种花系列 这两个小盒子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但是我忘了之前是干嘛用的 那就用它们来种吧 先来这个小方的 选一棵植物 这个红粉佳人 颜色看起来有点浅 拿这个小红莓吧 比一比 这个可以 OK就是它了 这个小红莓呢属于合果育科的 非常好看 颜色是渐变带红色 我很喜欢 种之前呢先捏一捏 把它拔出来 我都是用赤鱼土来种的 这是祖培的小苗 老规矩啊 咱们还是先比一比位置 大概呢给它种在左上方 我习惯于这个位置 好下面放一点点底谱 然后还是刚才的位置用手固定住 好就这样 加土 加土的时候呢 不要加满 离这个盒子的表面 然后要留一点点距离 这样就行了 然后看这样没有底孔的容器啊 浇水怎么浇 看上面颜色深的是湿的 把下面干的也给浇湿 看到没 这个我们要做到什么呢 就是土湿没有积水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积水呢 看 倾斜着倒一下 好 这样就行了 接着呢我们找一块小石头 它放在右边 因为它有点空嘛 或者是你随便拿什么都可以 小木头块都行 然后前面的地方呢 你拿一点苔藓铺上 就像这样 铺上以后呢 轻轻的摁一下就行了 老粉都知道 我是不喜欢把盆面用苔藓铺满的 所以你看我留的有缝隙 那么留缝隙的地方呢 我要放一点鹿藻土 因为这样的话 它会有一个色差 然后看起来就比较活泼 另外呢 这个鹿藻土的颜色 一会儿我们浇水可以看出来 然后它就色差比较明显 这样的话就更方便你去判断 什么时候需要浇水 对吧 等它变成白色浇水就行了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比刚才活泼一点 然后放个小百件 小梅 它这个衣服颜色 跟这个小红梅的叶子还挺搭的 再放一个小鸡渣 那这样就做好了 好来咱们做第二个 看第二个盒子 其实这个盒子有点浅 如果还像刚才那样重就不合适了 所以我们拿它来做一个苔藓 那鸡汁呢 还是吃一土 只不过我们给它碾成粉末 然后活泥 这个活泥都会吧 反正我这个年纪啊 小时候就爱活泥 然后给它弄成稍微粘稠一点 就是也不要太稀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粘稠度啊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这样就行了 好 然后我也找一块石头 看到没 这样给它放上去 因为它是泥嘛 是有粘性的 然后给它按紧 它就不会掉 接着铺台显就行了 铺之前呢 把这个甲根剪掉一点 让它不要散 然后顺着石头边啊 在有土的地方 咱们都给它铺上台显 直接往上一放 按一下就行了 因为这个粘面土 还是很粘的 铺的时候 有一点要注意啊 你就尽量给它撕到这个 跟你要铺的位置 大小合适的形状 那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太多的拼接 看起来就比较自然 顶部这里有点松 然后再补一点 好 这样就行了 然后你看左下角 我留了一点位置 然后也放一点鹿兆腿 它就是一个点缀 对吧 有一个色差 就让它显得活泼一点 OK 那这个颈的部分就可以了 这个呢 也给它找一个小百件吧 我这里要放一个灰尘精灵 对 给它塞到这 就露两只小眼镜 是不是很可爱呢 这个养护起来就更省事了 你平时玩的时候 就打开盖子 就想管它盖子一盖 只有一个月它都不会有问题 OK 这两个都做好了 你们更喜欢陪陪的